松德公園平時是民眾休閒活動的場地 不過一旦發生重大地震災害時 可立即開設作為避難收容處所 成為避難收容安置指揮調度的據點 松德公園可收容1340人 提供救勤、火石、喚洗等基礎衛生設備 新一區公所日前舉辦防災公園演練 現場設置各式宣導攤位 幫民眾充實防災知識 大家知道像今年4月3號地震 接下來遺震不斷 所以我們這個防災公園的用途 就是當碰到大地震 如果我們的建築還有我們收容所 需要做收容 但是還沒有確定到底安不安全之情 我們可能就會開設這樣子的防災公園 我們這裡面也有一些收容避難的設施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演練 一方面讓我們的所有的防災的單位們 都守忍這個開設的這個程序 那另外大家也要希望讓我們的里長 我們的志工團隊 我們的里民們能夠了解說 我們其實如果碰到大災害 這邊是有一個可以收容避難的地方 並且也先知道一下來這邊可以獲得什麼樣的服務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每一年都要來辦理這樣子活動的這個原油 那我們這一次特別就是安排在比較傍晚一點的時間 然後會把它跨到晚上 我們過去曾經有辦過甚至是跨業的 那今年我們沒有辦到跨業啦 其實它有帳同區等一下 我們也會有進一步的導覽也非常謝謝我們台大團隊潘博士 會幫我們進行這整個的介紹以及導覽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認識我們這個防災公園 除了基本衛生設備 區公所也安排多元服務 邀請簽署防災備忘錄的商家團體 以及災害協助中心一同演練 包含世界展望會協助休閒油氣區 松山奉天宮協助心靈撫慰區等 我們這個防災公園開設演練 現在我們會有三個區來輪流舉辦 那原則上是每一年都會由一個區來主辦 那今年就剛好輪到我們新義區 我們新義區防災公園是在這個松德公園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這個公園 其實交通各方面還算蠻方便的 那我們今年防災公園開設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這也是吸取了我們之前別的縣市 我們有碰到大地震的這個相關災害 有一些這個避難收容方面的經驗 所以我們今年有特別加強一個叫做心靈撫慰區 那過去我們在這一塊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強調 那我們區今年非常的感謝 我們自己新義區裡面的奉天宮 他們有派了一組的人員在這邊 其實大家知道宗教的力量 其實是很有撫慰的力量的 那當然我們這邊的到現場的師兄師姐 他們除了做一些諮詢啦 撫慰那他們最重要是他們會收金 這個我們是預想說真的碰到大災害的時候 其實大家當下可能心理上都是很驚慌失措也很高壓的 所以非常感謝奉天宮願意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另外我們也邀請了這個長生學 長生學也是來現場來進行這樣撫慰的 心靈撫慰的這樣子的工作 那另外也有欣慰中心可以提供這個專業的心理上面的 這個創傷後的這一些諮詢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年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今年這個舉辦開設的時間會在比較傍晚 我們希望能夠也跨到晚上 能夠演練一下到了晚上的時間 我們可能一些現場的環境也要做一些事前的這些準備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現在還蠻多人的 那歡迎大家有機會也可以 平常我們雖然沒開設 但是也可以到防災公園走走 因為在這邊現場我們都有很明確的告示 大家也可以先認識一下 知道說碰到大型災害的時候 大家是要去到什麼樣的地方可以獲得避難這樣的協助 當時這個防災公園 其實我們大概12個行政區都會挑一個比較大型的 由市政府公園處這邊主管的公園來規劃 因為防災公園它本身的規劃設計 跟一般的公園其實會不太一樣 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譬如儲水的設施 還有緊急發電的設施 然後甚至需要吐存帳篷 那為什麼挑在松德公園 這邊當然我們當時的考量 一方面就是夠大 那交通也算方便 第二個是它旁邊其實也有學校 那如果說這邊真的收容人數比較太多 我們需要再需要需要支援的話 那是比較方便 但是現在我們信義區也有另外一個備員的 防災公園 就是我們的景情二號公園 那景情二號公園是更新的 所以優先開設我們會開設松德 透過宣導活動 市民朋友有基礎防災觀念 並落實自助及互助的力量 讓傷害減至最低 同時各單位也透過演練熟悉相關作業流程 與區內各企業商家合作 培養最佳的防災應變能力與默契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文化